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个人主页如下 接下来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本次talk的一个大纲 首先我将介绍一下这个工作的一些背景 以及相关的一些topic 然后接下来我将介绍一下这个工作的研究动机 然后我将介绍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去得到我们最终的这个方法的 最后我们会对一些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技术细节 进行一个详细的讨论 首先在介绍我们这个主题之前 我想先介绍一个在我们计算机视觉里面非常古老的问题 point matching 这个任务就是说我们给定两张图片 以及其中一张图片的关键点 比如说我们给定左右这两张图片 以及左边这张图片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一些关键点 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说在另外一张图片当中 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关键点 当然这个匹配是要符合语意以及几何意义的 该任务的该任务就是为一些下游的这个应用 比如说全景图的偏接 三维重建等等提供了基础 就早年该任务是使用一些手工设计的特征 来完成这样一个点匹配的这样一个过程的 比如说06年的时候提出的这个SIFT特征 后来随着Deep Learning的来临 大家也开始使用Deep Features 包括最近也出现了基于这个Diffusion Model Feature 来做Point Matching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现在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这个任务 就是点匹配的这个任务给它反过来会怎么样 所谓反过来也就是说 本来是给定两张图片 然后给出其中一张图的关键点 然后我们需要找出另外一张图 匹配的这个关键点 那么现在我们说 如果给定一张图片 以及两组已经匹配好的这个关键点 然后我们希望是生成另外一张图片 那么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 那么这个任务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 基于点的这个交互式编辑 这样一个范式在最近一篇叫Dragon的工资中提出来 这里可以看到 这里是Dragon给出的一些例子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通过指定起始点 也就是这些红色的点 以及预期的这个终点 也就是蓝色的点 我们可以对一个给定的图片进行一个编辑 从而生成一个期望的一个拖拽的这样一个效果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的这个Drag Editing 它就是把之前Point Matching这样一个任务给它反过来 当然就是说一开始 我本人看到Dragon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结果之后 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惊艳 就是说从来可能之前没有见过这样子的这个编辑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同学要问了 既然这个Dragon在这些图片当中 这个效果已经做得这么好了 对吧 在这些单个物体 单个类比的这个效果里面已经做得这么好了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个Drag Diffusion呢 OK 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先从基于生成性模型的图像编辑的一个通用的pipeline 来思考这个问题 比如说 现在我们就考虑依赖一个生成性模型 然后来做图像编辑 当然这里这个生成性模型并不一定是Diffusion 它有可能是GAN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个生成性模型 那么对于这些生成性模型 如果你想要拿它们来做图像编辑 你都需要follow这样一个pipeline 首先对于这个图片 你需要把它给invert到你的生成模型 它形成的一个影空间里面去 就是说因为往往在这个影空间里面会包含一些关于这个图像的一些抽象的信息 比如说它的这个物体的类别是猫还是狗 或者说这个风格是真实图片还是这种繁高的艺术化 或者说这个物体它是怎么在这个空间当中去分布的 这个物体它的这个空间的这个分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然后接着就是说基于这样一个inverted latent 然后我们会对它进行编辑 然后可能就是往我们想要编辑的这个方向上去 对这个latent variable进行一个编辑 那么编辑完之后 然后我再根据我编辑过后的latent重新去生成一张图片 那么就希望的就是说 最后生成的图片就是可以符合我们的这个编辑预期 所以说看到这样一个pipeline 那么我们就可以自动的知道这里很关键的一个点 就是它的最后一步 就是说用这个latent 编辑后的latent去重新生成一张图片 以作为我们编辑过后的这个结果 所以说这里就告诉我们 基于生成式模型的编辑方法 本质上都是一种重新生成 所以说一个图像编辑的方法 它的可用性的上限是由这个生成模型的能力决定的 当然这个点非常关键 所以我再说一遍 一个图像编辑方法 它的这个可用性的上限是由生成模型的能力 或者说生成模型的这个capacity来决定的 因此由于这个diffusion model 它已经展示了在复杂风格 场景类别图片的这个生成能力 以及对于这种细节的这个处理非常的惊艳 所以说将drag编辑拓展到diffusion model上 将大大提升这种编辑方法的使用范围与可用性 当然我这么说 可能有些同学不会理解 什么叫大大提升这种编辑方法的使用范围与可用性呢 这里我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之前我们看到这个drag编的这个例子 他们往往都是猫啊狗啊 就单个的猫或者狗或者人或者这个车或者这个风景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比如说突发奇想 我现在给你一张这种一个雕像的照片 然后我希望进行这个拖拽编辑 然后让这个雕像把这个头给转过来 然后我们如果用drag编来做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当然首先就是drag编这里的话 就是说因为你要选取一个预训练的这个编模型 与这个雕像 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犯难了 就是说我选取哪个哪个模型呢 因为好像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雕像的编模型 那么这里我们就可能只能暂时先选取一个 与最接近的就是这个人脸的这个编模型 然后我们基于人脸的概模型 对这个图片做一个pivotal tuning inversion 然后直接再去drag然后生成 最后得到就是这样一个结果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 虽然说从这个关键点匹配的这个角度来说 它确实是让这个脸给它变成一个侧脸 让它转过来 对吧 但是转过来之后 这就完全从一个雕像编成了一张人脸 或者说一张金湖人脸的一张脸 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Ganta还是受限于 就是draganta目前受限于Gand的模型的这个表达能力 所以说导致它在最后给你生成这个编辑结果的时候 它会尽量的去生成一些 它在它的这个预训练分布里面看到过的一些图片 那么如果是一个人脸的Gand的话 它最后还是会希望能够生成一张人脸 那么最后就是说导致我们的这个编辑结果 就是不及预期 OK 那么说到这里可能又有同学要提出一个问题 那如果我用的Gand也是在这种 Draganta level的数据级上训练过的呢 比如说我也在用这种在4亿级别图片上去训练过的模型 比如说JigerGAN或者StyleGAN-T 那么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这些模型目前都没有开源 所以说具体的效果如何 我们也没有一个更详细更清楚的认识 第二就是说虽然说在这两个工作的工作当中 他们分别展示 就是Gand从某一些方面相对于diffusion model的优势 比如说它的生成的速度 生成图片的这个分辨率 或者说这个latent它的这个连续性 但是就是说它从这个生成质量的这个角度来看 特别是在一些生成的细节的精致性上 还是跟现在的diffusion model有一定差距 因此就目前来看 Drag Diffusion是一个使得我们能够在多物体 复杂类别 复杂风格等这种真实场景下 做Drag编辑的一个比较合理的技术路线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就来看一个简单的 这个Drag Diffusion的一个使用的demo OK首先是用户把这个图片拖拽 放入这个界面当中 然后我们写一句简单的prompt 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图片 当然注意这里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写很长的prompt 一句很简单的话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图片就OK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写的是A photo of a sculpture 然后接下来就是训练一个Laura来重建这张图片 具体为什么要训练Laura 后面我们会讲 然后注意这里我们训练200个step 然后来平衡生成效果与效率 接下来就是像Drag编辑一样 指定一个mask 就是指定这个可编辑的区域 然后并且点选这个起子点中子点 然后进行编辑 然后这里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编辑效果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就是Drag Diffusion 它进行了一个合理的编辑 把这个雕像的头向右边转了一下 而没有编成一个人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处理这样一个场景 就是雕像的这个这张图片的这个编辑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取消之前的点 并且重新点选一些起子点与中子点 进行不一样的编辑 然后这里也可以有我们想要看到的这个编辑的效果 好 接下来我们给出了更多的这个例子 这里就可以看到同样的 也是说针对一些各种各样的风格 比如说这个油画的风格 对吧 我们可以对这个梵高的自画像 或者说这个油画的这个风景画 进行一些修炼啊 或者说这个花层的这个编辑啊 或者说这个这种更为复杂的场景 比如说有两个雕像 我们也可以使其中一个雕像的头 给它转过来一点 然后同时还有就是给雕像修剪毛发 或者说像这种更加复杂的场景 就是说有一只猫一只狗 我们可以把这个猫的这个头往上拽一下 因为之前在Dragon给出的这个例子当中 往往都是单个物体 比如说一只猫或者一只狗 然后同时你要使用一个猫的干 或者一个狗的干 但是这个地方如果一张图片 同时有一只猫一只狗的话 那么我们用Drag Diffusion也可以处理 或者说是一些可能叫不出名字的一个小动物 那么这里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个Drag Diffusion 它能够处理这个图片的这个范围的这个广度 然后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水彩画 这个雕像 或者说一些这种更加general的这个物品 比如说这个花瓶 还有这个画笔 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有一点这个分布外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这只戴了墨镜的一条狗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给进行一个合理的拖拽编辑 或者说这个自然场景下的这个花丛和这个甲山 这些 OK 看了我们的这个效果展示之后 接下来我们介绍如何 我们是如何一步步的得到我们的方法的 首先我们还是回归到用生成模型来做编辑的一个经典范式 就比如说对于这个Diffusion Model 为了编辑一个图片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DDIM Inversion 得到一个Latent Variable 得到一个Diffusion的一个Latent 然后那么对于这个Latent 按道理来讲 如果直接对它做一个DDIM Denoise的话 它应该是可以得到跟原图一模一样的图片的 那么对于编辑的话 我们就是需要去去改变 去第二个过程 就是从这个Latent Variable 到生成这个图片的这个过程 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加以一些控制 就比如说给定了我们用户的这个编辑 把这个小碗熊的这个头给转过来 让它指示屏幕 指示这个摄像头 我们就需要一些可能一些神奇的操作 然后就是可以根据这个用户给定的这个编辑信号 然后来改变 从Latent的生成图片的这个过程 以此来达到一个结果 就是说希望我们生成的图片 能够满足用户的编辑效果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开始有了我们第一个问题 那么对于这个神奇的操作 我们是编辑Noisy Latent 还是编辑Tax Embedding呢 其实对于之前的这个工作来说的话 主流的工作是来编辑这个Tax Embedding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Prompt to Prompt 还有一些这个等等 这种基于Prompt的这个风格变换 或者说这个物体的这个更改 对吧 它都是基于修改Prompt来做这样一个编辑的 但是这里考虑到我们这个任务的特殊性 就是说我们这种编辑范式 它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因为以前是更强调 可能Diffusion Model的这个编辑工作 更强调这个语意的更改 比如说把猫变成狗 把风格变成繁高变成水彩 但是我们这里是一个强调Structure的变换 强调Special Consistency 强调这种空间的这个连续性 所以说如果直接对这个Tax Embedding 做一个编辑或者优化可能会有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一个Diffusion Model 一个很著名的问题 就是说它缺少这种空间的可控性 且不说能不能精确的定位这个空间 就哪怕是一些比较简单模糊的定位 说我要生成一个苹果 放在一张桌子上面 可能这个在很多case下都会失败 就是说对于这种Stable Diffusion 或者说Me Journey 它们都可能会出现问题 就可能这个苹果就是出现在这个桌子下面 或者苹果在这个天上 然后桌子在地上 或者说这个苹果它在跟桌子平放着 没有什么这种苹果在桌上 这样一个空间关系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启示到了我们 就是说有一篇工作 他们发现了 就是说这个Noise Latent 它是很大程度上 可以去控制生成图片的 这个Spatial Layout的 比如说如果我现在生成了一只猫一只狗 然后我可以把猫对应的那个Noise Latent 那一小块 就是空间上它对应的那个Diffusion Latent 那一块和狗在空间上对应的那一块 给它兑换一下 给它切出来 然后兑换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可能就是说生成的图片 在一些情况下 就是这个猫和狗的这个位置就 位置就对掉了 那么所以说这里就告诉我们Noise Latent 它是可以去决定 或者说控制最后生成图片的 这个Spatial Layout 或者这个Structured 因此我们直接去Add这个Noise Latent 就看上去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就提出了我们最初的这个框架 或者最初的这个想法 首先我们给定一张图片 我们这里标记为Z0 然后我们对这个Z0进行一个DDIM Inversion 然后就可以得到某一个 某一个Time Step的一个Diffusion Latent 就是这个ZT 这里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ZT 它是跟这个Z0是相关的 然后我们对这个ZT进行一个编辑 就是说基于这个用户给定的这个编辑信号 我们对ZT进行一个编辑 然后就可以得到另外一个Diffusion Latent 也就是说这个Z hat T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Z hat T 然后对于这个Z hat T 如果进行这个DDIM Inversion之后 它就可以得到 就期望来讲 它就是说可以得到我们这个编辑之后的这个结果 也就是说把这个浣熊的这个脸给它转过来 那么就是说具体如何来得到这样一个 来进行这样一个优化过程 或者这样一个编辑过程呢 这里不妨我们先来看一下Dragon 他们是怎么做的 然后看我们能不能尝试借鉴一些这个东西 对Dragon来说 它是一个 它是基于Gan来做的 所以它是有一个这种End to End的Differentiable的过程 从这个Latent Code的W 直接就可以去生成这样一个最后的这个图片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去修改 它这样一个Generator的这个中间Feature 然后来达到我们这样希望一个编辑的这个效果 所以说具体的做法就是 对于中间某个Feature我们给它拿出来 然后在最后图片上 如果希望比如说把这个狮子的鼻子 从红点拽到蓝点 那么对应在Feature里面 也就是说希望这个蓝色点 它周围的这个Feature Patch 跟红色点周围的这个Feature Patch 要尽量这个相近 那么要让它尽量的相近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Optimization的方法 我们去minimize 我们去最小化这个T点周围的Feature 和P点周围的Feature 它的这个距离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使得T点周围的Feature 跟P点周围的Feature 尽量的这个相近 于是最后 Hopefully 希望来说就是说在最后这个生成的这个图片上 它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拖拽的效果 就是说这个狮子这个鼻子就移过去了 当然这也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就是说它会需要一个 一步一步的Iterative的这个变换 因为如果直接移步到位的话 可能会出现一些 优化上的这个布鲁棒 当然就是说因为是一步一步移过去的 所以说它每走一步 它还需要 就每对这个Latent Code进行一步Optimization 它需要进行一个Point Tracking 就是说 因为很可能你Optimize这个Latent Code 走了一步之后 那么这个鼻子就已经不在原来这个红点的位置了 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Point Tracking 就Track一下这个目前鼻子到哪个点了 就是说去更新一下这个红点的这个位置 然后接着再慢慢一步一步的往这个蓝点去移 OK 那么这样一个框架非常的简单 优雅 而且效果非常好 但是乍一看 似乎对这个Diffusion Model 没有很大的这个借鉴意义 因为坦白来讲在我们的这个技术报告放出来之前 也有人在网上讨论这个事情 然后最后的讨论结果就是说 做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方法的基础是说需要生成模型 从Latent到图片的这样一个映射 它是一个End to End 而且Differentiable的一个过程 而Gant它的这个Generator显然是满足这个条件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它的这个Feature Map上算一个Motion Supervision Loss 然后把这个Loss给它直接Backpropagate回这个Latent Code 但是对Diffusion Model来说 它显然是一个Iterative的过程 就是说从这个Latent Code到最后你生成这个图片 它是一个反复迭代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直接就End to End Differentiable的过程 当然如果你要强行求导的话也是可以求的 就是说可能要 但是你可能要就是说正想解一个ODE 然后反向解一个ODE 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这个耗时 然后所以说就是当时就觉得可能这个东西是做不了 但是其实我们不妨可以先安静下来想一想 就是说我们想重新再思考一下DDIM 它的这个Denoise的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Diffusion Model它生成图片的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就比如说如果现在我们假定就是说 从这个大T时刻 比如说X大T就是我们一个纯Noise 一个Random Gaussian Noise 然后让它最后生成一个原始的图片 就比如说X0就是一个真实的图片 那么这样一个Ether 这样一个迭代过程 它是由这样一个DDIM Inversion的这样一个公式来决定的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在公式当中 其实它其中有一个部分 它是说对于某一个时刻的这个Latent TXT 它会对这个X0 也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结果 进行一个粗略的一个估计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公式当中的第一项 它会粗略的估计一下X0 长成什么样子 也就是说它这里并没有考虑这个Diffusion Model 它这样一个迭代的这个性质 它首先我先粗略估计一下 生成的图片应该大概长什么样子 虽然当然这样一个所谓的Predicted X0 它是不能直接拿来作为生成结果的 因为它肯定是质量也会非常的不好 但是这不代表着我们说 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拿来 就是说进行这个Motion Supervision 对这里我再强调一遍 就是说虽然说这个从XT这个Time Step 它直接Predicted X0 这个X0肯定是效果不好 不能拿来作为直接生成的结果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 就是说把这样一个东西拿来做这个Motion Supervision 来就是说套用我们之前这个Dragon 这样一套这样一个优化方法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一个关键设计 就是说我们只使用在第七个Diffusion Step的这个信息 来做这个Motion Supervision和这个Point Tracking 由此我们就可以就是可以绕开我们之前遇到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Diffusion Model 它不是一个直接就And-to-And Differentiable的这样一个模型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强行把它变得And-to-And Differentiable 就是说我们只考虑第七个Step的这个信息 所以说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Pipeline 就首先对于一个Noisy Latent 我们会把它丢到这个Diffusion Model的那个UNET里面 然后我们会选取这个UNET UPSample Block里面的某一层Feature 把它拿出来 然后做一个类似Dragon这样子的这个Motion Supervision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接着这个L1Loss算完之后 它会把这个导数给反向传播回这个Noisy Latent 然后对这个Noisy Latent进行一个优化 然后接着慢慢的就是说 然后同时也会有这样一个Point Tracking这样一个过程 去Track就是最新最Up to date的这个红色的这个起始点在哪个地方 然后通过这样一个反复迭代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Noisy Latent最终给它优化成一个 我们期望的一个从原图的这个Noisy Latent 优化出我们这个期望的这个Noisy Latent 然后把这个Noisy Latent在Denoise之后 就可以得到我们最后编辑的这个结果了 因此我们至此为止 就是我们就是已经介绍完了 就是说我们是如何从这个ZT给它优化 或者说给它编辑 然后得到Z hat的T 也就是说编辑过后的这个Laten 然后最后以期望生成这个比较好的一个编辑的这个结果 当然这是我们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尝试 当然就是说对于最开始的这个版本的话 我们的这个方法已经是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结果了 就比如说对于这个科技来说 我们可以比如说把它这个手给往外面拽一下 或者说把这个舌头给它收起来 对吧 但是这样一个方法它还是有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在这样一个场景下 比如说我们希望把这个油画里面的这个山峰 给它拽高一点 然后它就给出了我们最右边这个图这样一个结果 虽然说从这个关键点匹配的这个角度来说 它确实是把这个红点拽到这个蓝点 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跑一个这个关键点匹配的这个算法的话 也许就是说它确实是可以把这个红点匹配到这个蓝点上去 但是这里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期望是它最后能够拽上去一个山峰 但是它却突然凭空给我们变出了一个小塔 对吧 变出了一个一个塔或者一个什么建筑之类的东西 也就是说它无法保持 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 它无法保持跟原图的一个appearance的连续性 它会出现这种风格 或者说这个语意的一些 这个没有预料的这个转变 一个变化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可以从这个diffusion model这个角度来出发 去想这个问题 因为本质上来说所有的生成模型或者diffusion model 它都是建立一个mapping 从一个tractable distribution 比如说这个高斯分布 到一个untractable的一个真实分布 比如说这个图片的这个分布 它是建立一个这样子的映射关系 一个这样子的联系 那么如果就是说它出现这样一个 比如说它没有把它继续变成一个山峰 而变成一个高塔 它是因为出现高塔的这个概率是更高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图片给它 对应回这个它的这个高斯分布 这个影空间里面的这个密度函数的话 可能就是说它出现这个塔的那个 对应的那个图片 对应的这个feature 它的这个概率会更高一些 而出现这个 而继续保持它是一个山峰的 这个概率会更低一些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需要增加这个diffusion model 它生成这样一些这个山峰 在生成这种油画山峰的这个feature的这个概率 才能够说保持它原有的这个appearance不变 那我自己再说一遍 就是说我们需要增加这个diffusion model 它生成这张给定图片 这里面这些feature的这个概率 你才有可能保持 就是说生成的最后生成的这个结果 最后drag的这个结果 它跟原图的这个appearance还仍然一样 那么你增加概率的这个方法 也就是说最简单的去fine tune一下这个diffusion model 然后来重建这一张图片 所以说这里受到这样一些观察的这个启发 我们就提出了我们这个updated version 也就是说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报告里面 所介绍的这个版本 就是说我们首先在编辑这张图片之前 我们先要进行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fine tuning 或者说这个预训练 就是说给比如说给这样一个图片 然后我们会follow这个diffusion model训练的过程 我们对它加一个噪声 就对这个vae雷腾加这个噪声 然后接着我们期望 然后我们会训练一个lora 就是我们会把其他这个参数都固定不变 然后加一个lora 然后训练这个lora 然后训练lora这个目标 也就是说要重建这张图片 就是给定这个一个noise的图片 然后要重建这张图片 然后由此这样一个过程 在数据上来说 我们就增加了这样一个图片 它在这个diffusion latent里边出现的这个概率 或者说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把这张图片 它对应到这个diffusion latent的某一个点 那么这个点它对应的这个密度函数 它的这个概率本来是很低的 然后现在经过这个训练它就变高了 那么也就是说它最后当你去做这个editing的时候 它还是会更可能的去填补 或者说去生成一些这个小碗熊的这样一个feature 而不是说把它变成一只猫变成一只狗 对吧 因为有可能它比如说猫和狗的这个概率更高 那么你把这个头一转过来之后 它就变成一只狗了 但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这种lora的这个fine tuning 我们增加了这张图片 它对应在这个影空间当中的这个概率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 它就会更可能的去保持这样一个原图片的这个语意风格不变 所以这里最后再总结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更新的版本 这个方法的这个版 更新的版本 也就是说首先对这个给定图片 我们先要fine tune一个lora来重建这个图片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follow我们之前这个思路 就是说基于这个训练好的这个lora 以及这个pre-trained diffusion model 我们可以把一张这张给定的这个图片 做一个DDIM inversion 得到noisy latent 然后再用我们刚刚说到这个类似Dragon的一套这个思路 把它进行一个优化 从这个ZT优化成一个hatZT 然后就可以得到新的这样一个noisy latent 然后最后就最后就是说我们 就是基于这个updated的noisy latent 这个修改过的这个noisy latent 最后就可以得到我们最后生成的这个图片 也就是说编辑过后的这个图片 OK那么这个地方就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有没有lora fine tuning 它这样一个结果的区别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行也就是说 我们最开始的这个版本 就没有lora这个fine tuning的话 就是说刚才我们也看了 这个最后会出现一个塔 而不是说把这个山峰给拽上去 但是如果是你经过了这个lora这个fine tuning之后 它就可以非常符合语意 非常合理的把这个山峰拽到一个这个对应的这个位置 而且中间这个风格或者说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 这个appearance都不会有一些变化 就是说可以实现一个比较符合预期的这样一个拖拽编辑的效果 OK那么刚才就已经介绍完了我们的方法 接下来我们就讨论一些 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技术上的细节 首先我想讨论的是这个运行时间 就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运行时间 Dragon和Dragon的一个对比 就显然目前来讲 我们的这个Dragon它会需要更多的这个运行时间 比如说我们在A100上可能drag一次大概是需要10多秒或者20秒的样子 但是我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说 这个是因为 这个并不是因为这个diffusion model本身的这个性质导致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了 就是由于我们的这种简单化的这个设计 对吧 我们只考虑第t一个step的这个latent的这个信息 我们不去对它做一个额外的denoise来决定 它该如何去做这个motion supervision 如何去更新这个latent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并没有考虑这个diffusion model 它的这个iterative nature 所以说这一方面 这个diffusion model它本身这样一个iterative的这个性质 它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运行的这个时间 就是它运行之所以会慢一些 它的这个真实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stable diffusion的这个unet 它的这个参数量远远大于dragan使用的那个stylegan2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这个29倍的这个参数量的这个关系 所以说这就导致我们的这个方法不可避免的就是稍微会慢一点 那么反过来讲的话 如果现在我有一个巨大的gan对吧 然后我在这个巨大的gan上去做这个dragan的话 它可能就是说速度也跟我们这个差不多 甚至可能会更慢一些 那么所以说接下来如果想要继续进一步的去加速这个dragan diffusion的话 可能更多的这个这个努力应该是在一些这个工程的这个方向 可能跟我们这个算法没有太大的关系 就比如说对这个unet做一个quantization 或者说pruning或者说NAS 或者说这个什么一些硬件上的加速等等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其实可以通过调节我们DDIM inversion多少个step 来控制一个可编辑性与稳定性的一个tradeoff 就比如说还是之前这样一个雕像的这样一个例子 就往往DDIM就是说它是一般是inverter50个step 或者说denoise也是50个step 但是显然我们不一定要在最开始的那个 就是说inverter50个step的那个latent 去做一个编辑 去修改那个最原始的latent 我们也可以去修改 比如说第40个step或者30个step的这个latent 那么这里就会引来一个tradeoff 就如果我们去修改这个50个step的这个latent的话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结果 其实它还是效果也是相当好的 就是说它也是保持了一个这个雕像的这个appearance 然后看上去也是一个正常的雕像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这个关键点并没有跟用户指定的这个点匹配上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蓝色的点是我们这个希望它把这个鼻子dry到的地方 但是显然根据这个50个step的这个结果来说的话 它把这个鼻子给dry过头了 也就是说它没有做到一个很好的跟这个原始的这个用户提供的这个目标点匹配的这个结果 那么如果是inverter40个step的这个结果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相对来说会比较好 就是说首先它做到一个比较准确的点的匹配 就是说它的这个鼻子被dry到了一个该dry到的地方 然后同时它也保持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雕像的这个appearance 那么如果我inverter这个步数太少了会怎么样 比如说30 20甚至5个step 这里就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能够做的这个结构上的调整就越来越少 因为当你inverter这个步数很少的时候 它往往可能只能encode一些更low level的这个信息 它无法去encode一些这种structure level的这个信息 所以说这里就可以看到它是通过尝试通过改变一些这种比较low level的这个feature 比如说颜色或者这个texture 然后来尝试把这个点给dry过去 那么这样就会导致最后的这个结果会不尽如人意 对吧就是说它效果就不是很好 所以说这里就是所展现了一个这种 aditability和stability的这个trade off 如果你inverter这个步数很少的话 它会很它会尝试 它会为了尝试保持原有的这个structure 而牺牲很牺牲这个aditability 牺牲它的这个可编辑性 但是如果你inverter这个步数太多的话 它又会过于灵活而牺牲了它的这个稳定性 就可能导致说比如说我这里展示的就是这个点的这个匹配不准确 就导致一些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情况出现 但是可能讲到这个地方有朋友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很敏感的参数 但其实也不是的 就是根据我的这个经验 就是我们大概可能adit了100多张这个图片 然后基本上就是说把它设成40个step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default choice 就基本上所有的图片我都是用的这个40个step来进行一个这个修改的 OK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就是说 在这个inversion的这个角度来讨论gan和diffusion 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这个算法一个很大的优势是说 这个因为diffusion model它本身更好 对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drag迁移到diffusion model上的话 就是说可以做一些更多的事情 可以adit更复杂更多变更风格化的这个图片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方法本身来思考一下 对吧 就我们先不考虑这个diffusion model它的这个大规模pretrend的这个优势 就我们哪怕从这个模型本身的这个性质来考虑的话 可能就是说在这个编辑上来说 就是diffusion它也是有它的优势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还是回到我们之前讲这个pipeline 就是说我们首先给定一张图片 我们需要把它inverse到某一个latent space 然后直接再根据这个latent的去重新generate generate得到这个edit 得到这个编辑的结果 但是之前我们都是很关注 后面这种过程就是如何从这个edit latent的 得到regeneration的这个图片 那么我们看一下前面这个过程 如何把一个图片给它inverse成一个latent variable 然后当然你这个inversion它是有要求的 就是你inversion成这个latent variable之后 它应该是说你再做一个反向的这个生成 那么它应该是可以生成跟原来图片一模一样的这个图片的 这样才算一个成功的inversion 那么GAN是怎么做这个事情的呢 GAN它就是说首先我要randomly initialize一个latent code 然后我通过这种优化的方法 就是说我通过优化 然后要求我这个latent code生成的这个图片 要跟原图一样 然后通过这种优化的方法来去找到 你给定的图片的这个latent code 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所以说它是一个基于优化的 这样一个寻找的这个方法 当然就是说对于这种随机初始化 然后再去优化去找latent的 它是有它的这种不确定性的 就是说因为它这是一个优化问题 你也没有一个这个保证 就是说它最后能够优化到一个完美的点 就是说它这个latent 它真的就是说可以去生成一个 跟你原图一模一样的这个图 所以它是有这种不确定性与不可控性的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diffusion model 它的这样一个inversion的过程 就是diffusion model 就之前已经有些工作建立了这样一个理论的分析 就是说它本质上就是在解一个常微分方程 对吧 就是说你从这个noisy 一个noisy latent的 然后到通过比如说ddim inversion 然后到这个一个真实的图片 这样一个过程 就当其他解法可能不是一个ode 但是这样一个ddim的这样一个inversion ddim的这样一个生成 它是一个deterministic ode 然后ode我们都知道有个性质 它是一个可逆的一个轨迹 对吧 就是说它是一个 它是有它的这个可逆的一个性质 所以说虽然说有时候有数值的误差 但是从这个数学上讲 或者从这个分析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它这样一个 它是一个确定性的过程 就是说你从一个图片给它inverse到一个latan 然后你再从这个latan的给它重新生成这个图片 就是说它从理论上来讲 它是肯定可以生成你原来这个图片的 因为这个是有这个ode的这个长微分function 它的这种轨迹的这个可逆性来保证的 当然就是说实操的过程中 虽然会有这个数值误差 但是我们这里提到 就是说我们把那个classifier free guidance 给它关掉之后 就是说它这个数值误差就比较小了 然后往往来说 就是说它可以完成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inversion 就是说它可以直接就是说inverse出那个latan code 然后这个latan code也可以生成这个原图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这样一个inversion 它的这个可控性 就我们刚刚也讲到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调整这个 我inverse的这个部数来对这个稳定性 与这个可编辑性进行一个trade off 所以也就是说让这个过程有更多的这个可控性 所以这就是说从这个模型本身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就是说我们把这种编辑迁移到diffusion model 它可能带来的这个优势 或者说它可能有更好的一些优点 最后dragdiffusion的代码现在已经开源 在我的这个github下面 而且后续将会有持续的这个功能更新 欢迎大家关注 对于这个工作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提问 后续我们会选择进行回答 谢谢 请观看